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是sigma k等于1到100的k乘上k加2分之1 我们看一下它总共有100项 如果真的写出来会变成1乘以3分之1 加上2乘以4分之1 再加上呢一路写下去最后会变成100乘上102分之1 但是这样子写起来 我们知道不可能用100项去做一个处理嘛 所以一定有一些变通的方法 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的 我们发现这个k乘上k加2分之1 跟我们刚刚算过的这个什么呢 k乘以k加1分之1 有一点点像耶 而刚刚我们把k乘以k加1分之1呢 已经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把它拆开 然后呢能够分向对消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这个题目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题目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k分之k加2啊 分之1 k乘上k加2分之1呢 会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把k加2跟k拿来相减 这样子呢就可以怎么样 等一下就可以相互呢 给它这个上下消掉了 可是现在问题是上面只有1而已啊 这个地方是1耶 啊你这里呢是2耶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它这里既然是2的话 我就送它一个什么 送它一个2分之1嘛 所以这里就乘2分之1 这样不是就平衡回来了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这边呢不是就等于2分之1 然后我们把整个东西呢 写清楚一点 变成k乘上k加2分之k加2 减掉呢 k乘上k加2分之k 那这样子你仔细的去注意一下 你发现什么事情呢 你发现 k加2k加2约掉了 然后呢 k跟k约掉了 所以它呈现一个什么样子呢 它呈现的像是 2分之1的这个k分之1 减掉k加2分之1 那这个还蛮有趣的 因为啊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ak减掉呢 ak加2的样子 如果呢 这个ak就是涨k分之1 这样子的样子 那这个就不是前后像了 这个是差两像耶 那这样子我们有办法消去吗 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把它写出来看看 看能不能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原本的这个式子 所以原本的这个式子等于 sigma k等于1到100的k乘上k加2分之1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已经整理出它长这个样子 也就是sigma k等于1到100的这个2分之1的k分之1减k加2分之1 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个2分之1呢 给它先提出去 所以呢 就变成2分之1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就变成是2分之1的 1减3分之1 再加上呢 2分之1减4分之1 再加上呢 3分之1减5分之1 再加上呢 4分之1 减6分之1 那你一路这样子写下去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呢 继续写过来好了 那加呢 点点点点点 加上 我们呢 要带到100嘛 我们从99开始带好了 加上呢 99分之1减 从98好了 98分之1 减100分之1 然后呢 加上99分之1 减101分之1 最后呢 是加上100分之1 减102分之1 那我们仔细的去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一连串东西呢 确实还是有东西可以消掉 为什么 这个减3分之1 这里有加3分之1 这里减4分之1 这里有加4分之1 这边有减5分之1 后面就是加5分之1减7分之1 这边就会消掉了 那这个减6分之1呢 后面也会有减6分之1可以消掉 那你看看呢 倒回来看的时候 这边的这个什么 加100分之1 这里有减100分之1 那如果呢 这个是加99分之1的话 这边一定也有个减99分之1 而这边有个加98分之1的话 也有个减98分之1 会存在前面 唯独呢漏掉的东西 就是这个1 这个2分之1 还有这个减掉101分之1 跟这个减掉102分之1 所以呢我们来统整一下 这整个式子写起来呢 是等于2分之1的 什么 1加2分之1 减掉呢 101分之1 再减掉102分之1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了结 把它算出来 等于呢 2分之1的 这个2分之3 然后减掉呢 通分一下 101乘以102 这个应该不会呢 很丑 101乘以102 所以是202的这个101 所以是10302 好 减掉10302分之上面两个都相加嘛 就变成是203了 好 好 那整个东西呢 我们就要来把它算开咯 所以呢 就会等于这个 2分之1乘上呢 10302 哇 这个数字还很丑 那 这个 2要通分成10302的时候 是乘上多少 5156 应该是5151啦 讲错了 5000 然后后面应该是151这样子 所以呢 5151乘上3 就是什么 3 然后呢 15进1 所以这就是4 然后呢 这边又是15 所以是15453 OK 所以是15453 减掉203 那这边呢 就变成是2分之1的乘上10302 然后呢 这里减一下变成152 550 然后呢 最后再乘上2分之1 嘿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啦 10302 分之这个是多少呢 7500 500 然后呢25 然后呢25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7500 然后等一下喔 这边不是25 应该是这个7600 抱歉 7625 不是7500 7625 才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呢 这一题最重要的重点 当然后面数字有一点点丑 但是重要的地方在于 跟刚刚这一题不一样的是 这一题是前后项就直接可以对销了 -2分之1跟这个2分之1就销掉 -3分之1跟这个3分之1就销掉 可是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差别在于 这个是这里的这一项要跟下下项 有没有 两项以后呢又会再出现3分之1 这个要两项之后才会再出现4分之1 这个是两项之前出现1分之1 这个是两项之前呢 出现这个99分之1 所以啊 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诶 这个次次呢 它会留项的项比较多 它就会留下4项 刚刚只留下2项而已 所以当然就因为这样 算起来才会比较抽 但是观念是相通的哦